21号上午8点半远航由松三飞往金门的F1065航班 应故临时取消 原因是上午有9位空服员请病假及生理假 虽然事前空服员就已请假告知 但人力调度问题影响86位乘客 也连带取消10点10分由金门返航松三 有46位乘客的F1066航班 那有5位是请病假 有4位是请的是生理假 所以我们在人力调度上受到一些影响 那这132名旅客都已经迁转他航 今天取消是远航自己人力调度的问题 那至于他因为航班取消影响到旅客群的部分 我们已经要求远航必须妥事处理 远航强调这是单纯请假事件 与5月6日的空服员临时请假事件不同 但远航企业工会质疑远航的人力调度有问题 虽然这次取消航班不是因为劳资争议 但一个月内接连发生两次航班变动风波 还是难免引发外界关注 记者综合报道 就是想要变腻地区行动 алог 把约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